我们会退钱给所有的旅客 不是只有这一段 我们就是当初他去日本的那一段 也都一并都把他弄掉了 新宇航空6号原定从日本成田机场 飞回台湾的班机 却因为天气侧风影响 机组员更换 机场宵禁等因素无法起飞 导致302名旅客受困机场 班机延误20小时以上 新宇董事长张国伟说明后续赔偿 来回机票全免 因为这个大风 所以航管已经把它变成12点 那后来又说要延到12点半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以12点半为那个 所以我们的组员 我们后辈的组员是12点到 可是后来他又改了新意 他就说12点要关了 成田机场宵禁最后改为12点 飞机不能起飞 机组员旅客只能是在机场过夜 民航局也在近期和新宇进行约谈 要来厘清整起事故原因 他们是有先谈 这个下降的过程中 跟这些测风风切的这种关系 了解一下他这个整个操作的一个情形 宇客的预送契约里面 对于宇客要有这个尽到照顾的责任 这个到底有没有做到 民航局周一表示 调查相关作业在事发当天就已经展开 包括飞案问题 机组员飞时是否符合规定 航机延误取消衍生问题 都是要厘清的重点 而新宇周一也回应 会对事件全面检讨 虚心接受指教 配合主管机关调查 新唐人亚特电视 胡书霞 陈慧模 曾欣敏 台湾台北报道 这个大风 所以谭管已经把